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已经到晚宵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里也要祝大家元宵快乐 再来大家认真打拼来面对新一年的挑战 当然这个挑战是非常辛苦 大家有知道一件事吗 有人说明镜你知道今年2月4号过就是这个兔年 我说是怎样 他说在以前的立法里面算了 就是要立春过才算新的一年 所以今年的立春是我们新立的2月4号 所以这也是很特别 所以如果是2月4号过才是属兔 你这个阵前过年期间生 其实我是属老虎 我听到这也是很猪瘟 所以我小时候我们爸爸常常告诉我 明镜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我说你想七五好土龙爪 买牛你应该想买了 因为我们爸爸是1月31号 新立出身的 他说不对 我是不是属羊是属马 我说是怎样 他说因为他要不高春 所以要算高春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立法 很特别的地方 跟大家稍微分享 我最近才知道这个地形 当然新的一年 我们看到过年期间 总统去征寻到这个陈建仁 陈建仁 我们前副总统 来担任这个民政党 这政一后第四任的 这个行政院议定 当然当然有很大一个改革 主要原因是 去年纪役台算的时候 民进党 台算 很多官司拾起 包括就 很多地方的修订 改末 所以就入高去 一高之后 我们发现一些新的气象 尤其我看到这个 阶人区的市长林佑昌 去担任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内阁里面最大部 我们说天下第一大部 这个内政部 在之前是由这个 徐国勇担任 后来 因为徐国勇 面对白算的时候 附近这次的称职 但是我看到林佑昌一味 他在上任之前 发一个签字文 特别推到这个 叫他白算的原因 来提出他的看法 过去在阶人区的时候 我对林佑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他不是一个会把光芒 放在自己身上的人 他也是一个 真的特别人说 好好学生那种感觉 因为他把这个 整个市场 包括阶人区的景观 整个做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翻转 这个翻转 对民党过去在基隆 是相对弱势的执政之下 他也让整个基隆 可以耳目一新 所以过去 我们要去阶人 出头 没什么亮点 但是 我们现在要去阶人 可以去彩虹屋 去 他要去其他的景点 渔港 包括 正兵渔港 包括他这些 这个阶人亚市 是说这些景点 他也办过这个 城市博览会 可圈可点 整个阶人区 可以说是 耳目一新 包括整个交通运输 包括未来系统线 现在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这也能说是一个 不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来接这个 来请保重 他特别发这个签字文 有人说 这个是检讨民进党 败选的原因 确实也是 这三年的这个 疫情的影响之下 全世界里 这个其中选举执政党 一定都不好 因为这个疫情确实是 让我们看到 有些企业 有些企业企业 不是旧事的 可能是微信公司 可能有一个 王冈两个 王冈三个 王冈的 还是说他做 闭闭的 尤其他特别去 点出这个 博物业 受到很大的 一个企业 这点想起来 是要去面对 这件事 尤其 离成建人 新的来购 开始就赢了 他马上要变成 极占力的 一个情况之下 怎么样让人民有感 最近大家在讨论说 我们这六千块 到底是当时要返 到底是要 拖到四月 还是要三月 再返 有很大的讨论 其实在一个国家里面 因为它还有一个特别条例 要经过这个行政 利划云 到行政 他送去后 利划云通过 还有一个冷却池 所以拖到一段时间 我要说的是说 你很多世界里面 会开始去对这个 中小企业 还是说迷达 还是说这个 开商行的这个公司 来进行一个保障 是怎么呢 因为 我们知道过年的期间 大家知道 这个 物价 是一直在上涨的状况 那包括 我们过年的期间 这个荷包一定是失血 这是 每年都要去面对 这个 物价的波动 但是薪资的波动 是非常的小 虽然我们的 基本薪资都提高 但是薪资的波动 非常的小 所以林佑昌 你说出这点的时候 是说出很多人 会想他们 是怎么叫他台湾的时候 有很多人 没出的投票 是因为 他们就收取了 一千个冲去一后 甚至他们的工作 跟他们原本 应该要有的收入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我们自己 来看到这个 总统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虽然有很多人说 这是全世界的趋势 也是全世界 都受到影响 但是 身为 这个当事人 真买去退会 所以 林佑昌 你下这一时 我是希望新的内阁 能够在改组之后 能够好好的去衔接 为什么我说 这个衔接 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有很多 开车车的朋友 你听到 我们报道联邦 忙 报道心不想的电台 大家都有心有奇迹音 因为现在车车 像宝 它基本的起跳 开始又要增加 坐的人越来越久 那这个时候 大家收着下去 减少 减少 在这个消费面上 也会减少 台湾人不是没钱 台湾人 你看 最近有一个 调查出来 我们去日本 报复性消费 可以说 比中国 比新加坡 比香港 比其他国家 比较強 是全世界第一 他把钱拿去 日本开玩 他不是怎么 因为日本的货币贬值 所以 你汇率上 你买东西的时候 那个差价非常高 那所以台湾在面对 升息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的薪资 或者是钱 是越来越薄 但是台湾人不是没钱 怎么样促使台湾人 对台湾消费 带动一个经济的 一个循环 我觉得这个是政府 应该去思考的一部分 那加上疫情的影响 很多的弱势 接受的捐赠非常的少 而我知道 这个 我们新的行政院长 也是前副总统 陈建仁 其实 如果你对他了解的话 他虽然 坐领高薪 可是他坐领高薪 是实至名归 因为他对这个 所谓的细胞 还细菌的研究 是非常彻底 是在国际上 想测云霄 所以 他在美国的友情 一年可能几千万的 台湾是没问题 但是 我要说的是说 他在台湾 拿这49万 中生研究员的 研究经费 老实说 他做很多关系 不过社会知道 这就是他的高兴 因为他认为 他是这个 新的主名 所以他应该 为台湾来服务 所以这次处来 接受到 这个 总统的征讯 来接行政议 这段过程 当然有一些波折 要是我思考 我一个月49万 虽然他放弃了 两千三百多万 四年的 这个副总统的礼遇 也很久 他一年 还有八百多万 终生 所以你应该了解说 他放弃这么多的 东西 还你做社会 公演 因为他姓天主教 对这个中教的信用 对他土地疼疼 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当然国民党最近 你把他抹黑了 但是我要说的 一件事是说 社会呢 这个公益的问题 事理经济和疫情的影响质 我看到很多 劝勿 都就是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对林佑昌这批文章 大家要去收购 我也让政府要去收购 要如何让这些中小企业 微信企业 米炸吗 没钱 要如何让他们 可以在这个经济波动里面 能够维持平衡 所以台湾人真的不是没钱 从到日本的报复性消费来看 他是要站在什么样角度去花费 而且台湾的物价 货币 都处于比较高峰的一个状态 那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中央银行 要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样跟政府之间做一个协调 然后让整个企业 跟物价波动能够 物价波动能够暂缓 然后这个企业 能够在这种微粒的时代 怎么样去生存 因为我辛苦 比方有很多 小企业的朋友 你告诉我 有很多人 走向一个忙碌的形势 为什么会走向一个忙碌的形势 主要是现在的电租 租金 其实空污非常多 但是租金还是不断的在上涨 这个是政府可以介入的地方 所以我是希望说 你这个新的来国 在就位之后 能够更加的明确的去走 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因为要让短短的 一年四个月的任期 要让人民有感 那就必须要快速的去大破大力 从经济的层面 从民生经济的层面 去做一点改革 让这些民众 包括我 包括你 都可以感受到政府的紊乱 尤其在这个 疫情现在慢慢要开放 就是说包括这个室内 有条件的可以脱口罩的一个状况之下 要跟韩国跟日本跟其他欧美国家来看齐的时候 在病途共存之下 经济层面怎么样去让它能够快速的复苏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李又昌在他文后也特别去提到说 当然我们看台湾的经济成长 是因为大企业的所得非常高 因为我们的晶片销量 科技性的销量非常的高 但是真正受益的这些不是微型企业 或中小企业 或者是个人企业等等 这些呢 我觉得民进党政府在宣传大数字的时候 应该去更加的体悟到民生经济的问题 包括房价的问题 包括租金的问题 包括物价波动的问题 这都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政府团队来输口 因为这对人民这是最好的帮战 因为旧合理大选 其实人民已经 给民主进步党的这政党 一个小小的教训 但是在未来2024的大选 那是更重要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来本门引新闻的副总编辑陈志仁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报报报名 欢迎继续收听报报报名 我们这一段要来邀请到 我们这个引新闻的副总编辑陈志仁 志仁哥给大家拍照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今天是元宵节 元宵快乐 你今天有吃鸢吗 因为我现在分没一件事 到底元宵比坦元就算不太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地方的讲法不一样 就像混沌对不对 我们叫云吞 有人叫其实混沌也分个多种 我小时候我的印象中的混沌就是变身 对 有些讲变食对 但是我来拍报的时候 那些混沌都给很大量 所以元宵 人家说这个冬天吃元宵 夏天吃云吞 我看有的商家是这样标记 但是我要说的是 鸢子我吃的鸢子都是很小的鸢子 就是红白那种 红白那种 现在都包馅的比较多 红豆或肉的 尤其是咸的 对 客家的就是煮咸的 对 所以我现在是混沌元宵跟汤圆有什么差别 有人跟我说不对 明佑你其实搞错了 这个汤圆 我冬至吃汤圆 现在吃红白汤圆 报案也叫做元宵 我也搞不清楚 没关系 我们总是这是一个商业行为 透过这个季节性的变化 你可以吃点高兴也好 但是不要吃太多 因为我看 热量很高 其实我过年很控制 我没什么控制 对 大吃大喝 我是很控制 因为好不容易瘦一点点要继续瘦 来 因为呢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因为是过年发生 所以今天是完宵 算过年的最后一天 对 我刚才听一段 你说藏是历春 对历春 历春一般来说就是历春过来是想法 历春这间要想法 所以历春这间有孙子 还是生孩子 他们都要想法 所以历春过来就想法 所以是新的一年 希望这个宣传 这个宇宙的循环 能够走向新的一个脉络 当然过年纪的历春 已经进行所谓的改组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礼拜的发展 包括这个赖清德副总统 也去召开第一次的中职会 也宣布了几项的党务改革 但是这一处 有人说党政里面的派系 是非常的显著 好像新潮流系站上的第一线 那政国会也分配到还不错的任务 那卸任的首长 不管浮悬有功无功 也都有位置可以坐 那我想问一下智人哥贴身的观察 对这个派系的分配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以往新潮流 其实民进党里面最大派系叫新潮流 那以往新潮流都站在第二线 很少上第一线 那这次的那个内阁的改组 我们很明显看到说 因为行政院院长 那个陈建仁 本身比较没有政治幕僚 所以他这次比较相对的比较倚重 我们的副院长郑文参 那这次我们看整次的改组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其实变化不大 那比较亮点部分就是说 可能女性的阁源增加几位 包括那个财源部长庄翠云等等 还有派系的部分就是感觉上好像是新潮流的都站到第一线 包括我们现在的副院长郑文参 对不对 包括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 然后主委邱泰山还有发言人陈忠燕 以及文化部长史泽王思佳 文化部的次长王思佳 王思思等等 这些都是新潮流的要脚 那很难很难以想象说原先新潮流习惯在幕后的 这次站到第一线 那我的推估是说 因为这次赖清德有意在角逐2020 那新潮流这次不得不全力来帮忙 希望说借由行政院的改组站到相关的位置以后 能把政务推得比较顺利一点 让赖清德比较有机会在2024里面更顺利的可以接棒小英 然后延续民进党的政权 因为我发现这一次当然有蓝颖的 或者是比较国民党的系统 再说这个是旧瓶庄旧酒 或者是新瓶庄旧酒 都有人讲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亮点 包括这个史则 史则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他是陈举时代文化局长 局长对 他在高雄市这几年的专门 他还要做副市长 在高雄市这几年的专门 我觉得非常大 包括流行音乐中心 博尔特区 然后整个展演 都以台湾元素为优先 对 如果依照我们在台北市来看 台北一样有流行音乐中心 在南港 没错 然后在市领有一个什么管 可是他的文化建设 包括这次的灯会 你来看 跟在中南部办的灯会会差很多 因为这个元素完全不一样 包括华国元素 韩国元素 一定要有金镜 一定要有红红 但是你看到南部的时候 包括那台版世界运动会 陈举时代 他把三太子推向古迹 对 电音三太子的时候 对 这个我觉得史则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那我也希望说他到文化部来的时候 能够多多让台湾元素能够发挥 那另外一个就是林又昌 我刚才就一段 我给你读摆的时候 我特别去讲到林又昌 在脸书写下的签字文 因为这个签字文我觉得对 我自己有很深的体悟 因为我们在 智人哥 他在那个 跟艳谋哥 还有另外一个神秘嘉宾 在主持这个 Podcast叫做 老屁股谈政治 对 他们里面也去点到非常多 这个经济的问题 那所以我看到林又昌那一篇的时候 我感触非常多 就是说他对这个 微型企业中小企业 提出了他的看法 尤其是在他上任前一天 来发出这样的一个文字 你敢有看过那篇 其实我大概简单看了一下 那我们要回头讲一下说 其实这次林又昌出任 那个内政部部长 那来因很多人在批评 他说 这里一个30万的金融士 就可以当内政部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野党 会这样批评我也不意外 你要想想看 回想说之前 如果明有记录 之前我们的那个 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时候 我们的江前院长 对不对 他那时候还没当院长之前 也是先从严考会 内政部部长 然后再副院长一路上来 但是请问一下 他那时候有没有当过 民意代表 有没有当过那个部会首长 有没有当过那个县市的首长 没有 那请问一下 那时候怎么没有批评 他说他没有经验 其实当一个部会首长 我觉得 国民党真的要注意一下说 台湾的文官体制非常的健全 不管谁当首长 其实文官都非常强 也非常有很大的那个能量 所以首长 其实不会首长 目的是什么 他的任务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政策 第二个回应民意 再来是说 怎么样可以带领这个部会 往前冲 往前走 那如果说 因为他治理的县市比较小 就不能当首长 那我觉得这是 对那个文官体制来讲 是非常的不相信文官 那我觉得林又昌在 基隆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他不能当内政部长 而且他非常 其实基隆是一个比较深蓝 比较蓝蓝蓝蓝蓝蓝的地方 但是他连任的时候 也都是打破那个惯例 所以我觉得林又昌 加上说他是台大建筑研究所 毕业的 那个城乡研究所 对城乡所 对的那个硕士 我觉得 其实他接长内政部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 因为搞不好会 让内政部有不同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 有时候不要认为说 这个部长 一定要当过什么样 很显赫的智力 我们看以往很多的部长 如果太多的学者 去接部长的时候 其实他的接替器 水土会不服 那我觉得佑昌来接 这个内政部长 我觉得我对他有蛮大期待 是 我们现在新的财政部长 叫做庄翠云 对 我个人是非常欣赏你 虽然他的亮点也不大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其实亮点还算蛮大的 因为这次的内阁改组里面 其实女性格言增加 其中一个就是庄翠云 那庄翠云是 我们台湾的财政部长 立一任里面 大概他是第三位的女性 对的 前面两个大家都很熟 一个就是国民党时代的郭婉容 以及刘亦如 妇女 那个母女党 那庄翠云是从基层出来的 然后一路上都是在国有财产 这块在琢磨比较多 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现在的土地的规划 什么之类 还有一些我们土地的一些开发 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一点是说 庄翠云是基层出来的 那由他接部长的话 可以鼓励很多的文官说 其实只要你有能力的话 其实有机会把它做出来 不见是说你要派系 或是去对什么你的院长 或怎样去靠拢 那这个是很好 很正向 比如说今天在新北市政务里面 侯友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 是把握很多文官上来 所以其实我一直强调说 台湾的文官体系 非常的健全 也非常有利 不要因为一个人 他的背景怎样 就批评说整个团队怎样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厚道的 因为我觉得庄翠云 他活化这个国有土地 这件事非常重要 尤其当国产署的署长的时候 我想特别的要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台湾面对到这个 2018年后有一个中美贸易战 那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很多的台商 开始翁回到台湾来 那台湾那时候在 后来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做一个改革 就是说这个五缺 大家都说五缺嘛 缺水缺电那些 缺水缺电缺人才缺土地缺资金 是对 那所以这部分呢 庄翠云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对 就是说土地问题 国有地非常多 是 国有地是非常在这 他用这个出租的方式 活化 活化对 对 变成收益有上千亿 是 比如说他土地没买 还有收益上千亿 在庄翠云的手上去做得非常好 他说智能哥你讲了 这个文官体制是非常完整 因为我看包括立法院院长游锡坤上任之后 他也是任用这个立法院的文官 他也没有说真正把很多自己 亲信的人都把他拉到身边 几乎没有 对 几乎没有 对 他都是任用这个现有的文官 那也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认为说台湾的文官体制 真的像智能哥讲的 可以说是非常完整 所以就要认真打拼 你都有可能可以做到政府手上 但是在这一次改组里面 第二轨的少是林家隆 郑文燦 还有秘书长许立民 这三个是学院时代出身的人 你怎么来看他们没有站上第一线 都做到第二轨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内阁府院党 其实最重要是协调 协商 那这三个人的优点 就是说他们有共事过 都是学院时代 另外一点都很善于协调 然后也深受 不管是说总统院长 或是说主席的信任 那我觉得党政协调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说 因为今天我们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可能行政部门有些的反应 舆情反应没有那么的接地气 那就由党公职的人员去反应 那在总统府开场 府院党的协调会 其实会让这个政策更落实 更接地气 那那这个这方面 这三个带领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这三个没有共事 没有互信 没有那个没有一些经验的话 那其实反而会有一些脱轨 或者说形成双轨三轨情况发生 那看这次看到林家隆 去接总统府的秘书长 或许有些人会在反应说 哎呦这个选书就有位置坐 其实不然 有时候选举不见是说这个人不好 这个候选人不好 反而是因为人事实地物的不同 里面来 就像说当初 蒋万恩也讲 那个柯文哲也讲过说 如果当初蒋万恩跟他选 来对垒的话 他也不见会赢一样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位置 不是因为 不能说因为一次选举去定他赢 其实有些人不适合选举 有些人是适合去做幕僚 都很难讲 那我很期待 尤其林家隆也当过台中市长 也当过交通部长 其实在交通部长 他的政绩怎么样 我相信大家去问一下观光业者 去问一下交通业者 大家就了然于胸 那不必为了一些党派的成见 然后去诋毁这个人 然后加上说 郑文燦是非常协调 非常有协调能力的 尤其他在桃园市长的任内 其实跟国民党互动非常好 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当县市首长的话 我们有 我们有些官员就会直接换掉 可是郑文燦当上桃园市长的时候 他很多官员是任用 国民党时代的人 比如说公车会 公车会对每个县市首长来讲 是一个小金库 对外一个角色 对 但是他公车会那时候的副总干事 就是前国民党书记长的女儿 他也没换掉 所以说郑文燦为什么能在桃园 这样连任的时候 正同人和 对没错 就是说他善于协调 也懂得如何去跟国民党 跟不同党派的议员去沟通 那我觉得他来就任内阁的副格魁的时候 非常棒 为什么 因为陈建仁 他比较缺少政治幕僚 但是你说陈建仁 他对政治不熟吗 他也当过国科会主委 副主委 也当过卫生署署长 其实他的从政之力也没有很短 加上说他是高雄 他在政治世家高雄派系里面成家上海 所以他其实对政治没有那么陌生 那有郑文燦的协助之下 沟通协助之下 我相信说这个内阁会比我们想象中会做的更顺畅 我也认为是这样 因为林家隆这一次到新北四世去选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这一次为什么民进党会有败选的一个原因 就是用挣扎的方式 没有经过初选 没有民意的洗礼 而且短短的四个月 要去接下这个重担 其实你说要去拐他也不对 因为他是为了使命 也是人负语的重任 其实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民进党有一些政策 让基层非常不满意 所以影响到林家隆的选情 我觉得说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否定这个人才 因为民进党的确需要栽培很多人才 因为你们发觉说最近几次的内阁 不管是苏内阁或是陈内阁 我们的内阁成员平均年龄太高了 大概六十几岁 那我们立委平均年龄加52岁而已 所以我也很肯定也很希望呼吁说 民进党在这次内阁改组 除了稳定政局以外 另外是不是应该多栽培一些 中生代的人来接棒 因为台湾能不能进步 就是中生代要接着起棒 不管民进党或国民党都一样 所以你仔细看说 国民党最近很多的比较 中生代也突然要挑战立委 比如说许巧新啊对不对 游淑慧这些都要挑战 现任国民党立委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能进步 就是说希望说 我们中生代能赶快来接棒 然后大家多培养一些人才 不管国民党或民党或民众党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好的事情 本来就是行政本来就要循环 那尤其是第二轨 让这个未来的中生代 能够先再回到 这个比较熟悉的部分 因为你像加隆 也是三入总统府 过去郑文燦也在中央部会 包括新闻局都来过 那许立民也当过代理市长 行政资历都相当丰富了 所以他们来做第二轨协调工作 有智能割缩的会非常的好 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 那个陈建仁的部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两位再回报到后面 欢迎继续收听报到后面 这是第三段的节目 今天邀请的是影新闻的副总编辑陈志仁 他跟李彦谋 还有一个神秘人士 在这个Podcast有一个老屁股谈政治 欢迎大家礼拜二跟礼拜四收听 谢谢 老屁股谈政治 其实他在节目上讲的更辛辣 但是他来报到后面 相当于爱与尺度的问题 我们保留 他刚才说到这个内阁街祖 当然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三个因素 当然这一处 我们看到陈建仁来接这个 行政院议党 马英九第一时间就出来批评陈建仁的家族背景 包括他的父亲是这个白派创始人陈欣安 过去做过这个凯秦争 当然就是祈争的囚刀 是这样的政党 所以马英九怎样跟它诲评 我跟大家说这件事我很慌 我族整个星期 陈建仁 他一架在访问的时候 我们爸爸他曾经为这个日子讀殺 来频繁东西出生 这位马英九会批评你们爸爸 过去日本时代做过10年 日本政府的服務 還說你們爸爸陳辛安是因為國民黨遭遭納判 跟專制公務人員 這是陳義的恩責 我聽一個人要配合 因為我們說話要補修 我們報到連報忙的很多聽眾朋友都是年輕人 大家都很清楚 日本時代我們阿公也有一個名 我們阿嬤也有一個名 你過去呢 日本時代他們都受過交友 但是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很無奈 因為人家說這個又迎來了一個新殖民 本來對這個祖國都有情懷的 包括這個陳辛安也是 他們對於這個中國都有情懷 因為台灣當時被日本殖民統治 所以228事件的時候呢 陳義的發動228事件 大家記得有很多中南部 台灣人都出來發聲 尤其做過日本館的 後來國民政府來因為有祖國情外 又把國民政府服務的人覺得憤憤不平 你們可以對付我們台灣人 所以他們爸爸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這是陳建仁的父親 白派的大佬呢 他後來交棒給誰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就是王金平 王金平就是他門生 所以你說這段日子的時候 馬英九在講這個時候 我是覺得最不適合的 因為跟王金平之前有 一些正義 但是你去把他醜化 好像是背骨 這個忘恩負義 再醜化成形 他我覺得是不太是 這件事情讓我 打過台文書的人 我感覺很憤憤不平 所以 包括最近趙少康說 這個陳建仁是戀戰愛情 你怎麼看他 我覺得趙少康的講法有失公允 趙少康其實他拿的是前行政院長 郝伯村的方式來比較陳建仁 他認為說郝伯村當時就 辭掉上將的職務對不對 就辦理退伍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一點是說 我們憲法規定說 軍人不得干政 如果郝伯村想要接行政院院長 他就必須把他的 辦理那個君子退掉 退伍掉 那相對來講當時 那相對陳建仁來講 陳建仁他是 他不是軍人啊 他是中原院的特聘研究員 那其實這個所有的特聘研究員 相關的辦法是誰什麼時候制定 是國民黨時代制定的 也不是現在的制定 那閣員不管是行政院長 或是說相關部會政務首長 他的戒調 這時候有一定的程序 那我覺得說 其實你在這個地方去琢磨 或許說陳建仁這次首例是說 閣員去戒調 但是這個在程序上沒有違反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批評是有點有失公允了 那第二點我想想看 我們大家想想看 陳建仁是副總統退下來對不對 那副總統有一些禮遇條約 可是陳建仁有沒有拿 沒有啊 他放棄每個月18萬的薪水 然後每一年大概有400萬的一些費用 辦公室費用 辦公室費用 然後逐年逐年递減 每年递減50萬 像說隨戶這些費用 陳建仁唯一只有用到什麼 隨戶就基於安全的考量 用到隨戶其他都沒有 那我們新北市議員 卓冠也初故幫陳院長 川國說 這四年下來 他為台灣為整個國庫 省下2300萬 那其實說 如果他是個戀權又愛采人 他也不需要回到中原院 他只要領這筆錢 另外再去民間公司 掛了董事長 掛什麼讀董 他的學術研究 很多企業可能會請他當門神嗎 我覺得 大家看到很多政務官下來以後 去當門神大有人在 那這些費用其實 跟中原院的相比之下 其實不遜色 第二點是 他在中原院院士這段期間 他也發明了很多 研究很多的論文發表 也對這個 國際期刊都有被用到 所以我覺得 最樣在批評陳院 陳建人 我覺得有失控制 不要為了反對而反對 我們是就是論事 如果說他在執行政策部分 有些瑕疵 我們可以監督可以批評 但是如果為這個去做人身攻擊 那我覺得這個 有點台灣人的性格 會覺得說這個不太厚道 不太厚道 對尤其過年期間 大家說好話做好事 對對對 過年算要過了 這還是新鋒協議在立法院 對對對 因為這個 我先這樣說 台灣早期有一個叫烏角病 對 在這個中南部 因為那就是重金屬的污染 陳建人是基於這樣的情懷 來做相關的細菌的研究 然後回到台灣來做很多 包括B型肝炎 包括癌症 等等的問題 他發現台灣的B肝是非常嚴重 所以才去研發相關的疫苗等等 對台灣的社會是貢獻良多 他如果真的 他可以說是美國中央研究院等級的研究員 對 那年薪大概是台灣的四倍 但是他放棄這樣高薪的年薪 對 年薪回台灣 因為他如果去香港 香港有給他邀請 也是台灣的三倍 但是他也是很放棄 他怎麼這種人怎麼愛財 所以趙少康在說這話的時候 這個牛頭不對馬嘴 什麼都說 因為郝伯村那人就是為了政治私利 他要去做國王部長嗎 沒有做行政院長 我是說他放棄一致是因為要去接國王部長 沒有沒有是在行政院長 國王部長是可以的 對不對 國王部長不是也是文官嗎 沒有他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是其實行政院長一定要放棄 因為軍人不得干政 是這樣 好那我可能資訊有點落差 那他去接完之後他當然放棄 可是他後來這個行政院拿了後 其實他也是有繼續領終身奉 是對那個我們是對那些將領的禮遇 那其實你這樣去批評成縣人是不太合理的 再來一件事 我看藍世伯 以前的這個湯市議員 他有拿一個比例表出來 你知道馬英九是最沒資格講這句話的嗎 為什麼呢 因為馬英九也很會在批評 為什麼我說他沒資格講 你知道總統府啊 一年要變馬英九八百幾百 對啊還蠻多的 對啊明子明膏都是明子明膏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的很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民意代表 是為了批評的批評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看 要就制度面去考論 如果這個制度面有問題 我們就修正 明友知不知道說 我們當時這些總統的禮遇 是什麼時候修正的 陳出平在修正 其實我覺得是就制度去修正 如果制度有問題 我們應該提出改革提出修正 不是為了個人私利 為了政治實力 為了政治的紅利去罵罵 那我覺得如果罵下去 那以後誰來敢為 到這政府體系去服務 當初我們所謂的界調程序 也是希望說 很多在學術上 或是在其他行業裡面 有稍微比較有 很有生意卓越 或是有一些東西 進來我們政府幫忙 那如果大家用這種 政治的角度去看的話 那很多好的人才不願意進來的時候 那其實對政府是不太好的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 文官很強 更需要一些外在的刺激 來讓整個政府做得更好 所以我一直奉勸說 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或其他在野黨 其實我們應該針對施政的內容去監督 他做不好的地方 我們就提出修正 提出改革 不是用嘴巴去謾罵 其實這不太好 對台灣也沒太大的幫助 對因為其實像借調的話 像江儀化也是借調 是沒錯江儀化也是借調 後來他是有辭職 對後來是辭職 因為他會來接 因為他四年之後要回去 他選擇說要不要回去 或是說要繼續留任 那他選擇繼續留任在政府體系 所以他就辭職 那借調一定的程序 大部分學校都大概四年左右 對 因為江儀化 他可以說是馬英九借調最久的 對你說研考會 研考會 對 內政部 然後副院長 然後院長 那其實我對他有一些評論 江儀化早期是研究所謂的 比較社運系的公民反抗運動 沒錯 可是不要忘記 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他是怎麼樣對待這些學生 對 所以你看江儀化 他就可以做行政議題 那陳建仁這樣子優秀的科學家 然後又是 對宗教有一些情懷 他是什麼 這個 范蒂岡的什麼聖母歧視 沒錯 對對 那有這樣的宗教情懷的人 對於世界有非常大貢獻 你看總統去找他的時候 其實總統去找他 過年以前去找他 也說 我是比較在做研究 沒錯 總統過年還去拜託 他現在免為其然的答應 他認為這個任務還是 非常神聖的一件事情 如果政治人物呢 有把這個行政 把這個 國家的事情 變成一個非常神聖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政治人物 才會把它做好 沒錯 那如果為了自己的權利 私利像江儀化一樣 放棄自己的理想 那來對比的時候 就很難看了 當然 你說到這個 這個 2024就是總統改選 沒錯 我們小貓宜來討論一下 郭民東現在會抽選嗎 我 蘇利潤之前講過 我們現在先把3月4號的 南投立委補選選完再說 那他這定義很明顯說 3月4號以後 再來研究相關總統初選 因為目前郭民東是百花真名 有郭台銘嘛 趙少康嘛對不對 張亞中嘛 都表態要參選了嘛 那朱利潤常常也說 不排除總教練嘛對不對 那侯友的部分 其實比較麻煩 是因為他現在被 又有什麼 他現在是怕有被落跑的嫌疑 所以他旗判是用徵召的方式 但是 目前看到民調裡面 已經非侯不可了 為什麼 因為郭台銘的民調 跟侯友的民調 去對上我們目前定義一尊的 賴清德來講 其實都是贏過賴清德的 但是 那個郭台銘跟侯友相比較之下 郭台銘更有大力氣是什麼 在兩岸協調的部分 郭台銘的滿意度 是遠遠高過侯友的很多 那郭台銘又是做過審議 那無論在國際觀 或在兩岸論述方面 都遠遠高過侯友宜 所以說 侯友宜如果希望用徵召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機會會越來越小 那 如果侯友宜再不表態的話 那 可能我覺得他離2024的制度會越來越遠 所以現在朱領也很聰明 他把他壓在 那個南投立委補選以後 再製定相關程序 為什麼 他當黨主席以後 不管是九合一 不管立委補選 如果都勝利的話 他佔了四連勝的攻擊 那其實對他來講 有很大的幫助 那再說 如果他有機會是跟郭台銘去合作的話 那其實 兩個結合起來的話 郭朱沛其實在國民黨裡面是無敵啊 為什麼 郭台銘 如果說 跟他合作 然後郭台銘當上總統 郭台銘已經 第一任完已經77歲 那時候朱領才60幾歲 還有機會繼續當他總統之夢嗎 那相較於說 郭台銘雖然說 他現在有沒有國民黨的身份 我覺得這個不重要 雖然王金平非常期待 他用國民黨的身份來參選 所以 王金平跟郭台銘在2月3號的時候 他們也在土地 也曾經一起去那個 觀光廟去土城 去拜拜 那我問你問你 有人 我包括人看盧嘉誠 前幾天 蘇來發言 難得 他好像賭定郭台銘會選的樣子 到底這個農曆年前 風風雨雨 當然是討論到說 到底有郭侯會嗎 對 你的了解是有還是沒有 我的了解是說 其實不否認 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訪問侯友的時候 侯友一直講說 其實郭台銘有企業在這邊 我們經濟 我們經濟發局 什麼各個官員去跟郭台銘先去接觸 是不可否認 其實所謂的郭侯會 會不會是他們兩個人 或是說下面的內部的先去協商 都有可能 那我一直強調說 其實郭台銘的聲勢現在越來越強 那加上王金平的穿針引線之下 那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浮出 因為最起碼說 如果是侯友出來競選的話 那可能有關於補選的問題 繞跑問題 加上說他被批評說 沒有國際觀兩岸論述不足 以及他的所謂的執政團體運體 夠不夠不夠深不夠廣的情況之下 那相較於郭台銘來講 他沒有這些包袱 而且郭台銘也不缺錢 對不對 在財力上面 對國民黨來講 非常的很大抑注 然後他也派系部分 他也沒有太多的政治幕僚 所以一旦他當選 假設他有競選總統 其實對國民黨來講是非常加分 因為很多派系可以願意幫忙 因為我幫忙就有機會 但是如果是侯友的話 可能在錢的部分 在一些運體方面 可能會有一些 我覺得這個會督作的考慮 對 而且尤其侯友的藍皮綠谷形象 這樣深藍部分還是有點存疑的 到現在還有存疑 還有存疑 其實老實講 國民黨畢竟對他們來講 他們覺得說如果總統候選 是一個外省級的話 會他 所以你看 當初王金平在國民黨說 做得非常好 他想出來選總統 還是被馬英九擋掉 他寧可給馬英九 不肯給王金平 所以有關於國民黨 要推出候選人 他們期待是以外省級為主 外省級比較能 覺得說對他們比較好 對馬英九的言論大概是這樣 但是我要說的是 國民黨要推出什麼樣的候選人 我先拿錢給他 你做第二次的市長 你選舉的期間也不表態 現在看起來 這個跟王鴻威 或者是這幾天已經請責 靈異化沒什麼兩樣 都想站著一個位置 然後再想另外一個位置 但是要好好做事情 是要把市長做好 還是說為了要選舉 這個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國民黨內部一定 心風血雨 沒錯 那可能是3月4號之後 朱立遠也想趕快吃下一個定心丸 是 郭台銘還有中國的問題 這些都有待人民檢驗 好 我們這部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會 我們繼續收聽 報道好明星 拜拜